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新闻头条 前首相纳吉被控挪用 SRC股计公司 4200万令吉案件 表罪成立 需出庭自便 辅助权威党副主席挑战 华诞小违宪的申请 遭联邦法院驳回 香港警方今早再开始 但是为着重枪倒闭 前首相拿都斯里纳吉 4200万令吉SRC案件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共证程序 今天终于有了裁决 吉隆坡高庭裁定 所有七项罪状 分别是三项刑事失信 一项滥权和三项洗钱案 表罪成立 纳吉必须出庭自便 高庭法官纳兹兰 用了一个小时 念出判词后 做出相关裁决 纳兹兰认为 纳吉参与了SRC公司 向公务员退休基金 借贷40亿令吉的事务 他也说 纳吉还从SRC公司 挪用4200万令吉 公司力之用 而在法庭外 一早就聚集了 大批纳吉的支持者 当纳吉抵达时 支持者不断高喊口号 为他加油打气 纳吉的SRC案 从今年4月3号开始审讯 恐方在较后的58天审讯里 传召了57名证人 出庭共证 除了前首相纳吉 停案备受瞩目 霹雳州行政议员杨祖强 被控性侵印尼女佣案件 今天开选 也成为各界焦点 当事人今早8点50分 在妻子和他人陪同下 抵达以保地庭 在场可见上百名支持者 高举正义伸张 揪出黑手 以及拒绝政治霸权的纸牌 和布条 高喊杨祖强万岁 声援被告 据了解 受害女佣早在清晨六点 就在法庭内等候 指控杨祖强的印尼女佣 将是首名共证的证人 法庭将会清场 让他提供证词 除了法官 法庭工作人员和警方 任何没有拿到提令者 都无法进入法庭范围 包括媒体在内 通通只能够助手在法庭外头 行动党霹雳州主席 尼可敏 今天也特地向国会请假半天 和多名行动党议员 包括尼可汉 黄家河等人 到法庭支持杨祖强 土著群委党副主席 穆浩默凯鲁阿占 挑战华诞小违宪一案 联邦法院今天定夺 是否接受审理 更多详情 我们马上连线人 在现场的记者张雨林 雨林请说 是的 清晰 那莫阿默凯鲁阿占 以个人的名义入比联邦法院 挑战政府允许设立 各员旅学校 他表示 国会是无权修改 1996年教育法律 第17和28条文 他认为这违反了 联邦宪法第52条文的 那不过法官在判词 终究指出 这个案件 他不应该是直接 带到来联邦法院 而是应该先带到高艇 去审理的 那同时指出 显然的国会是有权力 可以付权给部长 去设立各原流学校的 那也坚持 他不回了 莫阿默凯鲁阿站的 这个申请 也就是说 他不批准 去审理这种案件的 我们来听听 董教总方的这个律师 比较一个详细的说法 至于联邦宪法的第74条文是有给予这个国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权力 而且这个是在9th schedule item 13里面就是关于到教育的 所以呢这个教育这个字眼呢应该被诠释为非常的广阔 包括其他的那个教育制度就是滑小和单小 拼不只是单用这个国语为教学美语就可以 才可以所谓的拟定这个法律 因此呢 法定裁决了 就是讲 这个诉讼呢 不能够在第一个时候呢 用这样的程序来到这个联邦法院 是的 他对于这项判决呢 董教总和个造呢 是自然非常的满意了 他值得注意的是 也是教育部前副部长的张胜文和卡马拉纳登呢 今天也是来到了现场旁听啊 对于这样的一个判决呢 他们是非常的满意 也是欢迎的 那至于其诉方呢 我们刚刚就有提到嘛 就是法官就有说 这种案件应该是带到高庭 而不是直接来到联邦法院 所以也一如这个董教总 以及各造的一个预料啊 其诉方是表明了 他们已经放话 就是说 会再去这个入兵高庭 再次的去挑战的 我们来听听 其诉方律师的一个说法 我认为我们将决定在高庭 再次准备 再次准备 我们必须要试试 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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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认为 它只有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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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状态 那沙哈勒丁就表示 他们会尝试 在今天取得法官的判词 那在研究之后呢 如果能的话 能的话 他们就会在明天 入兵高庭去 再次的挑战了 那好的 以上就是我在这里 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把时间交回给 蓬内主播 好的 谢谢雨林 给我们稍来的 第一手消息 下来我们换个焦点 槟城日前发生 旅游巴士失控 撞民宅 撞死一名16岁 摩托骑士的案件 涉案的巴士司机 今早在福洛山 被法庭被控 不过他否认有罪 以一万令吉保释 案件展延至 12月5号审讯 49岁的被告 彼得·鲍尔 被控在11月7号 傍晚6点30分 在西南区 拿督伊斯麦路 驾驶巴士时 因为受毒品影响 导致无法控制巴士 造成摩托骑士 穆浩默·塞夫拉死亡 抵触1987年 陆路交通法令 44-1条文 也就是在酒精 或毒品影响的情况下 驾驶 导致无法控制交通工具 被告否认有罪 要求保释 推示原本允许 以一万两千令吉保释 不过被告律师求情 指被告是单亲爸爸 育有三名孩子 每个月薪水只有一千三百令吉 希望减低保释金 退市最后调低 保释金至一万令吉 继公正党高原区国会议员 拿督曼书之后 再有国会议员 在议院厅内出现不适 这一回是刮拉毕劳 国会议员兼通讯级 多媒体副部长爱丁·沙兹里 爱丁·沙兹里 今早十点多 在国会下议院问答缓节期间 突然感觉晕眩 副议长拿督·穆浩默·拉西 当下指示国会医疗队伍 了解情况 医疗人员把他扶坐在轮椅上 较后送往国家心脏中心 深入检查 这也是国会下议院 近一个月内再度发生 议员身体不适事件 雪兰儿俄麦发生血腥命案 一名持有联合国难民身份证的缅甸籍男子和同乡 发生恐绝后 遭对方以戾气致死 客死一箱 警方呼吁知情人士提供情报协助破案 这起凶杀案昨天下午发生在雪州黑风洞一带的三层楼电屋单位 而麦警区主任阿里飞表示 警方下午5点35分接获民众的投报 于是派人到场查看了解情况 据了解34岁的死者和同乡先是吵架 双方后来情绪失控 爆发肢体冲突 结果男子遭人破头流血死亡 除了头部受重疮 当局也在死者的手部腹部和景象发现伤痕 初步调查发现 死者拥有联合国难民身份证 遗体已经被送往中央医院抛验 警方将案件列为谋杀案处理 并着手厘清命案的来龙去脉 呼吁目击者或知情人士向当局提供情报 协助调查 坠河案意外揭发 俄罗斯教授最久掉出壳里 警方意外发现 他的背包藏有女性断臂和手枪 香港反逃犯修例示威运动 再有示威者被警方近距离开实弹 今天早上警方在西湾河清场行动中 开了至少三枪 重枪的示威者倒地之后 警员还长时间把他压制在地上 目前还不清楚男子是否有生命危险 香港警方再开实弹打伤示威者 民众今早发起大规模三霸行动 以及核拟周围塞示威抗议 各地一早就陷入大混乱 其中在西湾河 警方对着示威者 近距离发出至少三枪实弹 当地媒体的直播片段显示 一名交通警察尝试驱散示威者 随后直接拔枪 指向冲上前的蒙面白衣示威者 在近距离对着另一名示威者开枪 警员开枪之后 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谩骂声四起 重担的男子当时已经倒地 神情呆滞 没有任何反应 示威者和民众不断谴责警方 要求马上叫救护车 但是警方还是把伤者制服在地上 好几分钟后 才把人转过来查看情况 他已经没了一些意识了 他已经没了 你开枪 你开枪 你继续拉他 你扣把枪了 你开枪 目前还不清楚男子的伤势如何 是否有生命危险 至于昨晚的示威行动也不平静 示威者分散在多家商场和不同的地点 示威抗议 在旺角一带 示威者把大量的石块摆放在马路上 瘫痪当地交通 警方派出大批警力 出动速农队清场 现场催泪弹满天飞 期间还出动水炮车驱散示威者 在泉湾 警方在移动的警车中对外发射催泪弹 结果打中一名女记者 导致她手部受伤 多人在昨晚的示威冲突中受伤落网 波利维亚经过三个星期的反总统示威之后 总统莫拉雷斯终于宣布辞职 希望可以平息民众的怒火 消息传开后 民众纷纷上街大肆庆祝 拍手叫好 为民主胜利欢呼 失去军警支持的波利维亚 总统莫拉雷斯 近一天透过电视直播 宣布辞去总统职位 为纷扰三个星期的反总统示威乱局 画下句点 这场示威行动导致至少三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 莫拉雷斯对此向人民道歉 并承诺退位以后 会继续捍卫国家和平 莫拉雷斯终于下台 举国陷入的热闹欢腾的气氛 民众纷纷高举国旗燃放烟花 在上街庆祝民主胜利 莫拉雷斯自2006年担任总统上个月20号大选 在长工连任 踏入第四届任期是波利维亚在位最长时间的总统 但是这次的大选计票工作延迟一天 被指存有舞弊 美洲国家组织随后也证实大选出现了明显犯规行为 要求废除选举结果 莫拉雷斯虽然已经表示接受调查结果 并承诺重选 但是依然无法平息怒火 多名部长纷纷辞职 军方和警方也要求他下台 如今莫拉雷斯交出政权 反对派和民众认为 波利维亚终于摆脱独裁 即将迎来新景象 西班牙星期天举行今年内的第二次议会选举 初步结果显示 看守首相桑切斯领导的工人社会党 尽管再次赢得众议院最多议席 但始终没有过半 需要筹组联合政府 换句话说 西班牙这一回依旧难以打破 长达半年的政治僵局 即今年4月之后 斗牛国西班牙星期天在举行大选 也是过去四年内的第四次议会选举 全国超过9万名警察出动驻守 确保全城顺利进行 最新更进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看守政府首相桑切斯所领导的左翼工人社会党 在众议院350级中暂时领先 获得122个席位 支持率为28% 但是始终没过半席 反而比上一次大选有所下降 这也意味着社会党必须和其他的党派筹组联合政府 否则将会陷入政治困局的无底深渊 排在第二大则是中右翼人民党获得21%选票或85个席位 声音党53席 一席增加一半 至于4月份选举之后 以24席进入议会大门的极右翼政党 我们可以党 则拿下30到34席 我们可以党的党魁伊格里下司表明 该党准备就绪组成联合政府 为选民和国人效劳 我们是够认证 从明天到晚 一个国家的国家 在每个国家的国家 在这些国家的国家 都会与选择分析 在选择和选择和选择 党主义 民调显示 各党在这次选举中的差距不会太大 有多种搭配组合的可能性 甚至可能又一次组阁失败重新选举 那究竟工人社会党会和谁联合组建政府 议会碎片化严重的情况下 这个政府又能够撑多久呢 俄罗斯传出诡异案中案 当地一名著名军事历史学家 兼大学教授索科洛夫 喝醉酒失足掉进河里 搜救人员把他救起来后 竟然在他的背包内 找到两支女性断臂和一把手枪 这起事故星期六在圣彼得堡市中心的 墨伊卡河被揭发 外媒报道指警方随后到索科洛夫的公寓住所调查 结果在里头发现一具年轻女性尸体 残肢和一颗头颅和一把沾满血迹的巨子 初步证实死者是这名64岁教授的学生 警方透露索科洛夫并没有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还亲口承认杀了这名24岁的女子 当事人向警方坦言两人除了是师生关系 也是一对情侣 由于两人年龄差距太大 因此时常起争执 没想到因为酗酒后一时糊涂 把自己的女友给杀了 索科洛夫任教的大学随后发文表明 对他的行为感到恐惧 并在第一时间割除他在科学文会的职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十一购物狂欢节 天猫只用了一小时三分钟 成交额就破了千亿人民币 配合双十一购物节 东南亚最大电商Lazada也加入行列 举办超级购物盛会 大马Lazada和国内各大银行 合作推出一系列折扣和优惠券 让消费者在十一月十一号凌晨十分开始 到晚上八点之间不同时段 在网上免费索取折扣券大买特买 Lazada也在昨晚九点开始 举行双十一倒数狂欢晚会 多位本地艺人带来精彩的表演 而韩国女团Aping也到场表演 和观众一起倒数双十一的到来 着外道 中心臨 D